升起了城堡的旗帜 宣示了主权 我们要不要把昨天 做的那个布挂起 哦 昨天我们出去做手工的 什么东西 这是那个扎染 对 就这样子的 哇 然后这个图案是自己设计的 就还蛮好玩的 然后看看能挂在哪里 哦 挂哪 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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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厨房 妈妈妈妈妈 可以压在那个 就这样子 可以吗 放在白色上面 可以 那个布在我们现场 那个也压在那了 哦 沾那个白色的涂料 升起了城堡的旗帜 宣示了主权 我们俩一起画的 拿毛笔一只 沾白色的那个涂料 画出来了 你信吗 我不信 感觉我好像被忽悠了 肯定不是这样 你信吗 我我信 哦 你信 你信就好 你信就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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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助命啊 你可以跟他公布名记了 左上角 你看像中间有缝 这样子 他是拿那个 就是夹衣服的夹子 夹在上面 然后再这样叠 嗯 从文君的体会来讲 肯定很委屈 因为他不知道发生啥了 对啊 就很短的时间 一下就变成这样 我打扮得那么美 我还表达那么明确 为啥你就 因为他给了太多了 对 但他自己不知道 他觉得他都好 人生就是这样 想要精密一点 折痕的那边就变成白色 因为它染不到 其他的就染成蓝色 然后还有那种 比较圆一点的是拿 就是那种玻璃弹球那种 也是拿布杖裹着 裹完之后 再拿身子砸起来 他肯定要走 他肯定要走 对啊 肯定不开心了 你看 还挺好看的 嗯 他每个都会有一个小布包